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就是在康定启蒙 以至于不管走到哪 只要看见美食 就会两眼放光 就像那句话所说 彭年时的味蕾记忆 会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可能就是那种高原的孩子 在城市里待久了 对于山野的渴望 就会越来越强烈 每次回康定 远远地看着跑马山 草木茂盛的样子 就想起了小时候和家人 去山上过四月八 耍把子的时候 我们会买满满大盆的 康定凉粉 头头肉 酸奶子 锅盔 山顶还有烤羊鱼 冰高 人们在跑马山上 跳锅庄 拉弦子 唱歌 选美 跳脏戏 山顶上堆满了 凑热闹的人群 山坡上 是每家每户的 白帐篷和酒歌声 那时候 大家都不是很富裕 也没有那种 说走就走的旅行 所以 人们格外珍惜 和家人相聚的日子 那些记忆啊 每次想起来 都特别特别的怀念 说起转山 那个时候还小 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转山 只知道 要跟着大人的脚步 从山脚爬到山顶 沿着泽多河 转到108梯 就像是用行走的方式 跟跑马山 完成了一次亲近 现在想想 当大人们 在山顶 烧燃着松枝 那些低沉的柱岛 以及一双双 仰望天字的眼神 仿佛是与天地 自然链接的仪式 告诉我们 要珍惜脚下的风土 学会 与自然和谐共处 对家乡的思念 总是说不完 今年康定四月八 又一次如约而至 这一次 四月八将会 以云直播的形式 与大家见面 我也将回到 故乡康定 与大家 云聚跑马山 到时 不管你在哪里 希望我们 能够重拾四月八 找回记忆中的 康定幸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